大家好,我是屋主小禎 今天来带大家来开箱 瓦匠设计师为我们设计25屏的现代简约宅 谢谢小禎,让我们参观新家 首先来介绍玄关区域 设计师规划了收纳柜,轻松收纳全家人的鞋子 而中段的展示平台,让屋主随手放置外出物品 侧边的穿衣镜则使用了灰镜材质,放到了玄关空间 有没有注意到玄关的墙面造型呢? 规律的波浪造型板,不仅是设计的一环,还把巨大的电箱藏起来了 沿着玄关廊道往前走,就能看到屏风啦 叶星的设计师运用无形转角,降低碰撞几率 长红玻璃则引入了部分采光 搭配天花板的间接照明 让原本比较阴暗的玄关区域更加明亮了 接着,我们来到了舒适的客厅空间 以基础的灰色、白色、木色三种元素为基底 打造屋主小真心中白净又温馨的家 而电视墙的柜体门片刻意挑选了深浅灰色相互搭配 收纳柜的造型变得更加有趣了 下方的空间也留下了扫地机器人的家 再也不用担心家电要往哪摆放了 最后,窗边的机柜门片 使用了散热效果良好的冲孔板材质 轻松地将杂乱的3C线材收纳起来 来参观小真家的餐厅吧 餐厅的主墙面其实是一座双面收纳柜哦 设计师运用了对花的木纹材质打造时分吸睛的视觉效果 侧边的玻璃展示柜成为屋主一家摆放茶包及收藏品的角落 而这座双面柜不仅仅只是扩充了收纳机能而已 还创造出衔接主卧室的走廊 公共空间及私领域的分界也更明确了 屋主小真考量到自身的烹饪习惯 希望能保有原本厨房的独立性 设计师增加了一道玻璃拉门 杜绝做菜时乱窜的油烟 拉门后方的机灵空间 更加入了外出灯及展示机能 25平内的每一寸空间都没有浪费 来看看女屋主最爱的主卧室吧 性格开朗的小真 希望睡眠时刻能带点温柔浪漫的气息 设计师选用粉紫色作为主卧室的主色调 床头背墙 更加入了格栅 线板等美式元素 不仅诠释了截然不同的场域氛围 还悄悄地将主浴门片变隐形了 别以为床尾只是一个超大衣柜 其实里面暗藏了收纳式的化妆台哦 为了满足小真的使用需求 设计师特意挑选一座 複合式机能的柜体 不仅不占空间 屋主小真也能随手收纳化妆台 绝对是个多功能又美观的选择哦 最后 两间小孩房 沿用公共空间的色系 儿子选了自己喜爱的暮色 趣味的床头造型 也成为未来摆放纪念品的角落 女儿房则延续客厅的百搭灰色 设计师更规划了充裕的收纳空间及化妆台 还放了一面超显瘦的镜子 让一家四口 各自拥有放松身心的独处角落 影片接近尾声 请屋主小真为我们做个结尾吧 我非常感谢瓦匠设计 陈总监帮我注意到每一段的小细节 那今天的开箱都到这边咯 有什么问题在下方留言 最后别忘了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 拜拜